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里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营夏大学阿拉伯学院院长李少鲜先生 你好 你好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 你好 好 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关注拉法之战 究竟会不会避免 那我们看到沙利文访问以色列 那沙利文会对以色列产生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吗 美以双方对于拉法的局势最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定夺呢 我认为是这样 沙利文这次来以色列的访问了 其实他两站 第一站去了沙特阿拉伯 据最新的消息 他在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的盲处举行了会谈 然后他来到以色列 按照日程的今天应该到以色列 当然现在还没有消息他到了没有 他来以色列呢 我认为主要是两个目的 一个呢 其实是对这个现在迫在眉睫的 必须制定这个 这个加萨整个这个冲突结束之后 加萨的未来安排 因为他这次访问沙特阿拉伯也好 以色列也好 其实他在为这个日后冲突停止之后的那个安排 来来来预作准备 他在沙特阿拉伯和王储会谈之后 按照美国方面的消息 他说这个美国和沙特关于防务协定这个事情 文本已经初步敲定 防务协定大家都知道 美国和沙特的防务协定 实际上是跟沙特和以色列建交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沙特和以色列建交呢 又和停止这个冲突 这个怎么说呢 巴斯坦建国啊 落实两国方案 这些东西又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认为 沙特和以色列领导人 可能就未来的安排 加萨地带的安排 未来以色列和巴斯坦的关系 从而为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 铺平道路 他们对接这个事情 那拉法呢 拉法是第二个事情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 拉法之战迫在眉睫嘛 现在基本上这么个态势 在传出沙特阿拉伯要访问以色列之前 其实媒体上有一个消息 说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了默契 也就是在沙利文访问以色列的前后 以色列在拉法不进行 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 现在就处于这么样一个 那沙利文来呢 肯定要和以色列对接 关于拉法下一步的这个行动 不能排除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 以色列的疏散令不断地下发 在拉法地区的巴斯坦人呢 现在大量地向其他地方逃往 尽管以色列提供的什么安全区 马瓦西等等 远远是这个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但是这些人呢 由于要躲避战案 在大量地外逃 现在据有关方面的估计 可能已经有80万人离开了拉法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 一般说140万 150万 现在有80万人已经离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排除 在撒利文访问 以色列结束之后 那么以色列可能在拉法 进行大规模地面就是行动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看点 就是值得高度关注 当然了 现在还不知道 撒利文和以色列 就拉法这个问题 他们进行怎么样的协调 我们看到 其实以色列对于拉法地区的 这种精准打击 一直在持续 除了空袭之外 还有一些像装甲部队和坦克等 是进入到拉法的这个局部地区 那目前以色列对拉法 是执行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呢 目前拉法呢 有吸取在之前作战行动的教训 目前军方和政府 就打击行动作战方案 以及呢 这个细节有巨大争议 一项多进多出 三进三出 这样呢给部队在地面作战行动 造成的大损失 如果对拉法进行攻击 要需去之前 在这个西法医院 这个吉巴利亚 包括加沙城的 作战行动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他做了一个配合 如果通过两种配合行动 就可以在拉法地区 对汉马斯产生决定性影响 首先是试探性的攻击 你发现在地面 有着装甲作战部队 坦克不战车 向城内进行攻击 只要遭到对方攻击 他认为就有这汉马斯 如果通过这个试探行动 找到哪个点位 有汉马斯 这样的空军作战兵力 包括精确制造弹药 就可以进行精确打击 所以把试探性的进攻 和精确打击 两者进行组合 如果迟迟不发动地面 总攻 就是用小股部队 在拉法地带进行试验 实际上就可以 最大限度地消耗汉马斯 因为汉马斯看到坦克来了 不能说肯定要打 只要一打自己的位置 就会暴露 平时如果在建筑物废墟 包括隧道内 如果无法对它进去定位 你打也打不见 如果通过地面作战行动 引诱它开火 这样通过无人机的情报信息传递 以及F16 F15 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就可以对这种目标 产生决定性杀伤 如果今后 比如说打一到两个月 在作战过程中 对汉马斯产生大量消耗 这样就可以实现预先消耗 如果贸然对整个地区 发动打击行动 有可能会出现之前 那个打反复反复打 每次呢 虽然进攻声势浩大 但是无法取到决定性作用 如果现在采取小口快吃 这种方式打击行动 有可能在这个地面作战部队 和空中精确配合下 对于汉马斯 能够进行大量消耗 如果长期这样作战行动 我想汉马斯也会想出 其他办法进行抵御 总之目前通过地面试探 和空中精打两个要素 可以让汉马斯的作战兵力 武器装备 包括作战攻势 最大限度地产生损耗和消耗 可以通过杜老师分析 就是这种他们的精准打击 可能还会到持续到一段时间 至少不会 目前会停止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的一些行动 美国在袈裟建造了临时码头 是为了人道主义救援 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遭到很多外媒的质疑 有的媒体说美国是作秀 有的媒体认为美国是转移舆论 对此您怎么看美国的这项行动 美国在加沙的沿海 设置了临时的码头 这个码头其实是在一个多月前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的 一个多月之后才正式建策 据说花费了3.2亿美元 现在这个码头已经启用了 已经有少量的货物通过这个码头 通向了加沙地带的北部 通向了加沙地带的中部 这样一个用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大家知道5月6号 在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加沙拉法的 拉法口岸 加沙一册之后 其实埃及方面关闭了这个拉法口岸 在此之前 拉法口岸是进入加沙地带 进行人道主义补给最重要的口岸 也是大量的物资 是通过拉法口岸 通过载重的卡车 用进加沙地带的 在此之前最高的一天 可能通过四五百辆的卡车 因为现在人道主义形势 是非常严峻的 但是5月6号 在以色列占领了 拉法口岸加沙一册之后 埃及关闭了拉法口岸 也就是说5月6号到现在 拉法口岸是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的 埃及为什么要关闭呢 其实就是以色列占领 拉法口岸加沙一册 严重地违反了 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条约 就是关于加沙地带 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安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埃及关闭了口岸 所以这个口岸的关闭 给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补给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巨大的缺口 从5月6号到现在 我看到有关的材料 现在可能十多天 进入到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补给的卡车的数量 可能是十多天 可能是过去就是在这个5月6号之前 一天或者两天的数量 也就是大量的物质缺口已经出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美国也是紧急使用这个 这个加沙地带这个沿海这个临时的这个港口 我认为这个港口当然远远满足不了 现在加沙地带这个需求 特别是拉法口岸被封闭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当然要怀疑 或者人们当然要觉得美国这完全是着秀 你根本从这个检疫的这个港口 这个用上岸 风发这个物资 显然是远远满足不了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下去 如果不开放这个漏漏的口岸 包括拉法口岸 包括那个凯雷姆沙罗姆口岸 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人道主义饥荒啊 什么这个大的这种灾难 这个随时可能出现 乙军在拉法行动的同时呢 加沙北部的捷巴利耶进来 也是激战不断 有分析指出哈马斯转向了游击战 以色列担心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当地时间18号 乙军继续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 捷巴利耶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并对捷巴利耶难民营进行密集轰炸 造成数十人死亡 同时乙军还要求该地区民众 向加沙城西部撤离 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军方人士的消息说 近期在捷巴利耶地区进行的战斗 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据加沙的安全分析人士和目击者说 哈马斯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乙军 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 把战斗人员分为小股队伍 哈马斯已经利用其地道 武装人员和武器储备 从加沙地带管理者的角色 回归到游击队组织 分析指出 最近加沙地带北部 捷巴利耶地区发生的冲突 可能预示着 未来在加沙地带 会发生规模不小的游击战 华尔街日报称 以色列内部包括安全部门 越来越担心 以色列将陷入一场 无休止的战争 当地时间18号晚间 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 本尼甘茨发表电视讲话 要求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县政府 在6月8号之前 完成加沙战后治理方案的制定 否则即将带领其政党 退出以色列紧急联合政府 现在的战斗形势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片中说 哈马斯转向了游击战 这是一种有效的打击形式吗 另外以色列内阁 为什么会有人担心 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当中呢 开战7个月 双方的攻防态势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哈马斯的游击作战行动 正在逐步升级 这跟美国在阿富汗 所看到的山地游击战 不是一码事 目前加沙的地幅有限 哈马斯是把两个游击战组合 一个是地上的城市游击战 一个是地下的隧道战 而且两者组合得非常的精妙 如果通过地面相互组合 即可以对目标产生大的杀伤 同时也可有效保护自己 城市躲在哪呢 城市主要是在地上 如果在地上一座密集的建筑物 发起各种打击行动 然后实现这个城市游击战 和地下隧道游击战相互组合 这样它的作战威力 就可以被承备的放大 虽然装备能力和以色列相比有差距 但是通过地形的隐蔽效果 可以放大自己的作战优势 我看很多人呢 把它的作战行动分成四步 第一步是发现 比如说坦克不展车 沿着街区建筑物向前发动攻击 如果到达某一个点位 那么哈马斯通过各种观察设备 包括港烧和其他仪器可以定位 这个点可以伏击 然后迅速从隧岛中前出 像它的亚新火箭筒 包括其他武器装备 就可以迅速在目标附近 建立很好的射击位置 另外呢 它选择这个坦克最薄弱的位置 梅卡瓦坦克小门装了11个人 如果在背后发起打击行动 就可以对坦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另外呢 它的实际距离特别近 因为它在梅卡瓦有主动防御体系 你这个弹丸逼近 它就爆炸 把弹丸坠毁 它要到一个对方主动防御系统 无法接近 无法启动的距离 发动打击行动 所以如果按照这种打击方式 有可能通过长年累月的行动 也无法完全清掉 如果两个行动相互配合 特别是快速发现 快速准备 这几个快相互组合 那么它对于整个作战行动延长 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目前以色列斯坦福 没有大的变化 无人机 战斗机 包括其他打击行动 跟之前完全一样 那哈马斯呢 把这个地下地上相互组合 而且短速出击 多点为伏击行动进行这个组合 你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 也不知道打击的点外在哪 伤亡如何 所以始终呢 是蒙中眼睛在打仗 如果长此以往 这场战争行动 有可能预想的 不是现在五个月八个月 如果真的像西方媒体猜测那样 像阿富汗一样 打上十年八年 这样的对周边形势 都会产生严重影响 这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我们还看到 就是以色列内阁 现在内讧很厉害 除了片中提到的 这个反对党干词 明确威胁之外 以色列国防部长之前 也是对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明确的反对 他们内讧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因为在加沙的这个战事 已经进行了七个多月了 现在是第八个月 从目前的情况看 以色列政府 包括他总理 什么这些要员 他提出了 他只是提出了不要什么 就是说在加沙这个战事结束之后 我们不要什么 比如说内塔尼亚胡讲 我们不要哈马斯 你要消灭哈马斯 我们不要巴勒斯坦支持政府 甚至不要与巴勒斯坦有关联的 这个任何方面 包括内塔尼亚胡明确讲 就是排除这个奥斯陆协议等等 这样一个 那个比如说加兰特 加兰特5月15号发表电视讲话 加兰特提出来什么呢 他拒绝在整个冲突结束之后 在加沙地带 以色列重新控制加沙地带 他拒绝 同时他甚至拒绝 以色列军管加沙地带 也就是说 从以色列的这些高官来讲 他只是说明了 在冲突结束之后 我在加沙不要什么 但是在加沙要什么 他们迄今为止 并没有一定的方案 不用说方案了 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表示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现在他们还不能确切地讲 加沙地带日后 他们以色列究竟追求什么 要什么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这七个多月来 实际上以色列没有一个成型的 在冲突结束之后的加沙的管理方案 这就导致了目前这样一种态势 没完没了的 几次攻打加巴利亚 包括加沙城等等 所以现在 内坦尼亚护政府面临三方面的夹击 一方面军方不满 军方的总参谋长哈勒维曾经在一周多前 在政府的会议上明确批评这个内坦尼亚护 你拿不出战后的方案来 所以让我们的军队不停地重返 重返某一个地方 疲于奔命 而且冒着生命危险 那么另外一个就5月15号 加兰特 这是国防部长 也是战事内阁成员 他明确地 也是指责内坦尼亚护 而且自己明确地表示自己 拒绝重新战略加沙 拒绝军管加沙等等 那么再加上5月18号当地时间 那个甘词又划定了最后通点 就是6月8号 如果你还制定不出方案来 那我就退出紧急联合政府 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政坛 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危机的状态 我们刚才您提到了 这个哈马斯的游击战的战术 确实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那现在捷巴利耶的击战不断 未来局势是否还会有更多的地方 发生击战 最近说捷巴利耶是最激烈的行动 又说捷宁是最激烈的行动 所以从机构以来 那个激战好像是一个常态化 总的感觉有两个点 首先如果真的出现激战 说明哈马斯仍然抵抗能力 像之前在7个月之前 或者是这个过程中 从南到北 然后5个区域连续攻击 每个点都在激战 那么现在如果激战的点位 都在轮换 比如说今天捷巴利耶 后天是这个捷宁 那说明在每一个点位上 哈马斯的作战能力依然很强大 而且如何形成激战 那么地下网络如何进行联通 目前美国以色列估计都是一头五水 如果能够在某一个点位形成激战 要消灭目标了 而且不需要再次激战 如果在一个城市反复激战 而且激战点位 1234567组轮换 那说明在作战行动中 以军任何一个点位 都没有达到战术目标 所以从目前看下一步 哪个地方会成为作战重点 哪个地方还会出现激战 我们还要观察 据美伊双方的消息 近日美国和伊朗高级官员 是通过中间人在阿曼 进行了秘密会谈 那这个时候秘密会谈谈了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据美国纽约时报 5月18号报道 近日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官员 通过中间人 在阿曼进行了秘密会谈 执行人士透露 这是自4月 伊朗用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 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性袭击以来 美伊双方进行的首次此类会谈 当地时间19号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 证实了伊朗与美国在阿曼 举行了间接会谈 据悉美方参加会谈的是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 布雷特·麦格克 和美国政府 伊朗事务富特使 亚伯拉罕·帕利 外界尚不清楚 伊朗方面派出的代表身份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本周表示 伊朗及其代理人对以色列 对地区稳定 以及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 显而易见 美国正在与以色列 和其他伙伴合作 防范这些威胁 据您分析 美伊之间这个时候秘密会谈 会谈什么呢 和伊核有关吗 我们知道阿曼是美国和伊朗之间 谈判一个很理想的场所 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之前 他们也是在阿曼进行谈的 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谈的 主要是两大问题 一个呢就是伊核 关于伊核 今年1月份 这个伊朗方面的 那个首席和谈判代表 也是他的副外长卡尼呢 曾经到阿曼和美国的代表 进行间接的谈判 这个核谈判呢 核问题的谈判 实际上是伊朗方面所关注 而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危机升级 巴尔这种冲突的危机升级 大家知道上个月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 差一点这个兵龙相见 相互攻击这种情况 所以美国实际上 这次和伊朗 重点的交涉的就是 伊朗威胁以色列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是为了防止危机升级 那么美国侧重防止危机升级 伊朗侧重核问题 这样 当然有的媒体说呢 伊朗要弃核 我觉得弃核无几之谈 现在伊朗没有核武器 也表示不发展核武器 所以它没有什么可弃的 如果把民用核设施弃掉 这伊朗是不会做到的 那您觉得美国和伊朗 目前在中东都做着什么样的布局呢 目前都是强化部署 增加威慑能力 你像周边的大演习实际上要告诉伊朗 在中东地区不光有美国 如果北约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 那么它所形成的威慑能力 比美国周边的军事基地 包括美国在中东盟友 所形成的威胁能力要更大 如果这些北约国家 到这里的演习走不走 如果不走 在中东什么计划什么安排 这是大问题 所以下一步呢 北约如果在美国的指挥棒架 在中东亚太 频繁地进行严厉行动 而且进行各种军事部署行动 有可能对周边国家产生大的威慑 如果美国能力不够 把这个北约国家向亚太集中 实际上呢 在中东地区目标就是伊朗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 参与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